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日前秘密出访中国,直到金回国后,中朝双方才公布这一消息。 3月31日,由美美引述专家的分析,金正恩之所以秘密访华,是因为他有两大心病,担心遭到暗杀,同时也害怕国内政变。 中朝官方于3月28日先后发布消息说,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于3月25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非正式访问。 中国问题专家陈破空对美国之音表示,金正恩此次对北京的访问,不仅十分突然而且十分神秘,访问结束后才公布,凸显得朝鲜作为世界上最落后,最封闭专制亡国的一种存在。 他说,金家三代出访都是不坐飞机,而是坐火车,而且他们最多就是去俄罗斯和中国这两国。 这种神秘访问的要求,估计是金正恩提出来的,在访问结束回到朝鲜后才公布,就是为了防暗杀,防政变。 香港科技大学的丁学良教授也有类似观点,他说,这次金正恩访华很神秘,之前他父亲访华也很神秘。 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进入中国都不公开,离开之后,才会有媒体报道。 这主要是出于安保方面的需要,而并不是跟这次的访问有特殊的关联。 他说,还有虽然金正恩是上台七年之后才访华,但当年他父亲也是上台六年之后才访华的。 他认为,在美国发起的国际制裁越来越严厉的情况下,金正恩必须得走访问北京这条路。 这是金正恩自2011年掌权后首度出访,也是他与习近平的首度会面。 此前就有分析认为,金正恩迟迟未能访华的原因,那就是担心出访时家中发生政变。 韩美此前报道,金正恩上任之初,从军方调来至少百余辆坦克到平壤市中心, 目的就是守护他的主要官邸,防范,震慑朝鲜军政内部的反抗力量。 金正恩执政后,一路杀伐,不断血腥清洗政敌,连他自己的功夫张成泽, 以及其父留下的顾命大臣李英浩都被一一除掉。 在这种情况下,朝鲜高层内部涌动的敌对力量,注定会让金正恩寝食难安, 这也使得他不敢轻易出国访问。 而金正恩不敢出访的另一个难言之隐,被认为是单歇途中遭遇暗杀。 金正日生前曾遭遇多次暗杀。 最典型的一次是2004年4月22日,在金正日结束访华, 途径龙川火车站几个小时后,这里就发生了罕见的大爆炸, 导致3000多人死伤,整个火车站被移为平地。 对于此次金正恩访华,据美媒透露,一进入中国境内, 金正恩便拉上中联部部长宋涛等中共高官全程陪同, 宋涛等有拉去当人质的味道。此外,金正恩的妹妹也没有跟着一起访华, 以防万一金正恩在中国出世,他妹妹在朝鲜可主持大局。 那么金正恩为什么要冒险访华和习近平会谈? 陈破空认为,中朝鲜双方各取所需,各自都有燃眉之急。 习近平的燃眉之急是不想被边缘化,想介入到朝鲜半岛事务。 而金正恩的燃眉之急是经济制裁。 他说,等韩国总统与金正恩会谈后,韩国的经济援助得在4月份之后, 而美国还不见得会给援助。 虽然中方暗中在海上向朝鲜送石油,但不足以解决问题。 这次金正恩到北京,要价一定很高。 绿皮火车是空载而来,满载而归,另外中共还可能对其取消制裁,继续进攻。 至于金正恩访华对习近平说,按照金日成主席和金正日总书记的疑讯,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是我们始终不变的立场。 陈破空认为,金正恩政府放弃核武器的可能性极小,接近于零。 他放下核武器,手上就没有任何要挟筹码了。 金正恩极有可能使用父亲金正日的办法,假装跟国际社会谈判,实际上暗度陈仓。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访华回国后马上翻脸,朝鲜官媒不再提无核化,然而卫星照片还显示,朝鲜刚刚又启动了新的核反应炉。 接下来金正恩还将与韩美日首脑会面。 有的没说,金正恩拿朝鲜去核化当作外交筹码策略奏效。 金正恩日前突然到访北京,但回国后,朝鲜官方媒体朝中社的报道中,没有提及有关中朝领导人会谈中谈及的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 而金正恩访华期间,在与习近平会谈时,以释放出愿意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说法,金正恩表示,如果美韩愿意诚意回应朝鲜,他也可以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 金正恩访华还对习近平说,按照金日成主席和金正日总书记的疑讯,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是我们始终不变的立场。 此次访华后,金正恩将于4月27日见韩国总统文正寅,5月会见美国总统川普,现在又传出可能在6月会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有德媒分析认为,金正恩之所以能够快速敲定与各国领袖之间的见面时程,其主要因素就在于朝鲜去核化的外交筹码策略奏效,而这也将是他与各国领袖之间见面商谈的最重要议题。 然而,纽约时报3月27日引述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合作中心,与真实情报评论的卫星图片分析指,坐落朝鲜宁边的新实验型清水反应堆,最近在展开初步测试,也可能启动了新的核反应炉,说明朝鲜核子发展可能从未停歇。 宁边核设施坐落在朝鲜首都平壤北方约100公里处,距离中国边境仅约104公里,距离韩国首都首尔约260公里。 朝鲜于1987年在宁边建成一座实验性石墨核反应堆,可以用来提取制造核武器的原料部。 有托北者对外媒说,金正恩上任后,一直灌输只有核武才能令国家变得强大,有能力抗衡美国的威胁。 因而不相信金正恩会推翻自己的说法,公开宣布停止核武。 自由亚洲电台因属研究韩国政治与社会文化的香港学者中越伟分析,金正恩会否放弃核武现在还是言之过早,但是他选择在与韩美会晤前到访中国, 其实是希望急着中美关系紧张之际,从中国身上取得更多支持,成为与朝美会谈的筹码。 他指出,平壤政府如果真的真心决定核气的话,必须事先与周边国家互相磋商或交换意见。 此次金正恩访华,至少得到北京意见以及默许。 因为问题在暂时没有一个国家站在平壤政府立场下,保护其国家利益。 他认为,下一步,如果金正恩会安排与文在寅,川普见面的话,先与习近平见面,会有一个额外保障。 不过,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3月初曾表示,如果朝鲜不再去和话上做出具体的行动,川普将不会见金正恩。 让我们弄清楚,美国不会做出任何让步。 山西吕良原副市长张忠生28日一审以受贿罪被判死刑,成为中共十八大以来首个被判死刑的贪官。 有法学专家指,如果终审维持原判,张忠生人头落地,那就意味着习近平在释放一个信号,当局未来对贪腐的惩治力度不会放宽。 当局将对吴小辉做出何种程度的判罚,有待关注。 由吕良教父之称的山西吕良前副市长张忠生社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3月28日一审被判死刑,量刑引发社会关注。 因为BBC引述北京汉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张庆芳的话说,这个判决超出预料。 如果案件维持原判,张忠生被送上刑场,那就意味着中央对贪污贿赂犯罪传达明确的信号,一种政治悬释,意在表明中央对腐败的惩治力度不会放宽。 另外,有网民认为该案大快人心的同时,也引发一些疑问,很多涉探案件数额上议,都没判死刑,为什么该案这么判? 判案法院回应,根据2015年刑法,贪腐案量刑不再单纯记赃论法,而是以数额,情节为量刑标准,张忠生案有特别严重情节,所以被判死刑。 山西吕良被称作特困地区,去年,中共官媒新华社对习近平在吕良地区视察的报道中,形容那里山大沟深,土地平级,生存环境恶劣。 66岁的山西人张忠生在吕良当了9年副市长,他的涉案金额10.4亿人民币。 不少网友震惊,在吕良那么穷的地方,他居然能贪这么多,吕良的钱都到他家了。 而法院的通报也很说明问题,认为他严重影响了当地经济健康发展。 此前,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公安厅张照黎平就被判处死刑,成为18大以来,首个被执行死刑的大老虎。 但照黎平是因受贿,故意杀人等数罪并罚,被判死刑。 而张忠生则是因受贿罪被判死刑的第一人。 有评论认为,该案在中共两会后宣判,不排除习近平杀鸡害猴,以言行震慑中共贪腐官员。 另外,在张忠生被判死刑的同一天,安邦集团董事长吴小辉涉嫌集资诈骗,职务侵占案也在上海一中院开庭审理。 起诉书显示,吴小辉被指控集资诈骗罪金额高达652.48亿元人民币。 当局将对吴小辉做出何种程度的判罚,有待关注。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于3月25日至28日访问中国已经被官媒证实,习近平与金正恩举行了会谈。 分析认为,金正恩此次访华已经及此将美朝关系当作政治筹码,向中方进行了讨价还价。 新华社报道,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于3月25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非正式访问。 报道说,在坦道访问原因的时候,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成为领导核心并再次当选国家主席,按照朝中友好传统,自己理应当面致客。 当前朝鲜半岛局势急速变化,从情义上和道义上,也应该及时向习近平当面通报。 据美国之音报道,26日金正恩疫情到访,会谈前的欢迎仪式是习近平在北京大会堂北大厅举行的。 而过去,欢迎外国贵宾的仪式,往往是在北京大会堂前面的广场上公开举行的。 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等人,均参加了有关活动,这似乎是指他们分别同朝鲜代表团人员会晤过。 这是金正恩首次访华,也是他担任朝鲜领导人以来首次出国访问。 同时这也是习近平同金正恩首次会晤。 此次陪同金正恩访华的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组织指导部部长崔龙凯, 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宣传股动部部长朴光浩,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国际部部长李朱雍,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统一战线部部长金英哲,朝鲜外相林永浩等人。 日本《财经新闻》26日曾引述中方消息时,中朝双方今年初曾商讨金正恩访华一事, 中方条件是朝方示意契合,此次金正恩访华,意味朝鲜或已经答应契合。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梁云祥接受东网记者访问时则认为, 金正恩会透过与中共会面,搬出美朝关系作为筹码,即此向中方讨价还价, 而在5月与美国会谈时,预料金正恩也会以中朝关系作筹码,试图向美国谈判。 近年来,由于朝鲜频频进行飞弹试射及核试验, 北京表面支持了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祭出了制裁,两国关系日渐恶化。 2017年下半年,朝鲜国内开始宣传中国是朝鲜的千年宿敌。 中共十九大后,金正恩拒绝接见习近平特使。 但金正恩借2018年新年课词之机, 向韩国总统文在寅示好与韩国改善关系, 并及韩国总统文在寅牵线绕过中共, 向美国总统川普提出会面的意愿。 川普表示,为实现半岛永久无可化,定于5月之前与金正恩会面。 韩梅称,为了美朝首脑顺利会晤,金正恩向美国做出两项承诺, 包括停止开发洲际弹道导弹并逐步废弃的隐藏筹码, 及释放被朝扣留的三名美国人等内容。 考显领导人金正恩日前秘密出访中国, 直到金回国后,中朝双方才公布这一消息。 3月31日,由美美引述专家的分析, 金正恩之所以秘密访华,是因为他有两大心病, 担心遭到暗杀,同时也害怕国内政变。 中朝官方于3月28日先后发布消息说, 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于3月25日至28日 对中国进行非正式访问。 中国问题专家陈破空对美国之音表示, 金正恩此次对北京的访问, 不仅十分突然而且十分神秘, 访问结束后才公布, 凸显的朝鲜作为世界上最落后, 最封闭专制亡国的一种存在。 他说,金家三代出访都是不坐飞机, 而是坐火车, 而且他们最多就是去俄罗斯和中国这两国。 这种神秘访问的要求, 估计是今早, 金正恩上任之初, 从军方调来至少百余辆坦克到平壤市中心, 目的就是守护他的主要官邸, 防范,震慑朝鲜军政内部的反抗力量。 金正恩执政后, 一路杀伐, 不断血腥清洗政敌, 连他自己的功夫张成泽, 以及其父留下的顾命大臣李英浩都被一一除掉。 在这种情况下, 朝鲜高层内部涌动的敌对力量, 注定会让金正恩寝食难安, 这也使得他不敢轻易出国访问。 而金正恩不敢出访的另一个难言之隐, 被认为是单歇途中遭遇暗杀。 金正日生前曾遭遇多次暗杀。 最典型的一次是2004年4月22日, 在金正日结束访华, 途径龙川火车站几个小时后, 这里就发生了罕见的大爆炸, 导致3000多人死伤, 整个火车站被移为平地。 对于此次金正恩访华, 据美媒透露, 一切消失才,继续进攻。 至于金正恩访华对习近平说, 按照金日成主席和金正日总书记的疑讯, 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 是我们始终不变的立场。 陈破空认为, 金正恩政府放弃核武器的可能性极小, 接近于零。 他放下核武器, 手上就没有任何要挟筹满了。 金正恩极有可能使用父亲金正日的办法, 假装跟国际社会谈判, 实际上暗堵陈仓。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访华回国后马上翻脸, 朝鲜官媒不再提无核化, 然而卫星照片还显示, 朝鲜刚刚又启动了新的核反应炉。 接下来金正恩还将与韩美日首脑会面。 有得没说, 金正恩拿朝鲜去核化当作外交筹码策略奏效。 金正恩日前突然到访北京, 但回国后, 朝鲜官方媒体朝中社的报道中, 没有提及有关中正恩提出来的, 在访问结束回到朝鲜后才公布, 就是为了防暗杀, 防政变。 香港科技大学的丁学良教授也有类似观点, 他说, 这次金正恩访华很神秘, 之前他父亲访华也很神秘。 他们的共同特点是, 进入中国都不公开, 离开之后, 才会有媒体报道。 这主要是出于安保方面的需要, 而并不是跟这次的访问有特殊的关联。 他说, 还有虽然金正恩是上台七年之后才访华, 但当年他父亲也是上台六年之后才访华的。 在国际制裁越来越严厉的情况下, 金正恩必须得走访问北京这条路。 这是金正恩自2011年掌权后首度出访, 也是他与习近平的首度会面。 此前就有分析认为, 金正恩迟迟未能访华的原因, 那就是担心出访时家中发生政变。 韩美此前报道, 进入中国境内, 金正恩便拉上中联部部长宋涛等中共高官全程陪同, 宋涛等有拉去当人制的味道。 此外, 金正恩的妹妹也没有跟着一起访华, 以防万一金正恩在中国出世, 他妹妹在朝鲜可主持大局。 那么金正恩为什么要冒险访华和习近平会谈? 陈破空认为, 中朝鲜双方各取所需, 各自都有燃眉之急。 习近平的燃眉之急是不想被边缘化, 想介入到朝鲜半岛事务。 而金正恩的燃眉之急是经济制裁。 他说, 等韩国总统与金正恩会谈后, 韩国的经济援助的在4月份之后, 而美国还不见得会给援助。 虽然中方暗中在海上向朝鲜送石油, 但不足以解决问题。 这次金正恩到北京, 要价一定很高。 绿皮火车是空载而来, 满载而归, 另外中共还可能对其取消费。